美中两国军方最近在一个双边会谈中宣布建立亚太安全对话平台 就亚太地区安全情势进行协调与讨论促进两国军事关系 美国海军作战部长格林纳特上将星期二在布鲁金斯学会场演说中表示 美国增加与中国军方的交往不会牺牲盟友的利益 这不是一场零和游戏而是美国亚洲再平衡战略的一部分 包括双边和多边的交往都在增加这是我们再平衡战略的一部分 我提到与中国海军的交往还有和应对的交往 这些都不会以牺牲盟国的利益为代价 它并非一场零和游戏国际性规范和标准将是区域获益 今年已经和中国海军司令员吴胜利有过五次会面的格林纳特表示 他和吴胜利同意通过海上意外相遇规则的演练 港口访问和人员交流培训的增加 成立相关工作组以及联合演习等方式 加强双方的交流增进了解 我们展开了对话 它目前还属于例行性定期的以及可预料的 随着它的发展 今后我们将有一个方式来讨论持续中的议题 如果遇到新的状况也可以拿起电话来跟对方说 我们应该谈谈这个问题 而不是通过媒体或者外交管道去了解发生了什么事 对于美中两国建立亚太安全对话平台 中国国防部发言人杨宇军在10月底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王冠中和美国国防部副部长沃姆斯 在华盛顿举行的美中防务磋商中 确认建立亚太安全对话的重要 认为这有助于拓宽两军机制性对话渠道 加强双方就亚太安全问题的政策层沟通 增进相互了解与信任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成方长小的采访报道